中秋节还没到 饭店业者已经开始抢供月饼商机 新竹的兼五星饭店 今年就推出了四款创意 与美味兼具的月饼礼盒 不管是送礼气派首选的双层礼盒 结合桌游设计的月圆礼盒 以及内含八种口味 适合小资族的八桥礼盒 和中日合并的右键礼盒 都各自有拥护者 那四种礼盒都各别具有特色 那经典双层礼盒 是一般企业赠送和赠送长辈的首选 那在质感、负感跟重量方面 都是非常集聚分量 这是我们大家 每年热销的款项之一 另外在月圆礼盒方面 我们结合铜丸的元素 所以我们今年设计了 四年期的桌游游戏 那在用月饼的当时 也可以同时可以玩游戏 那兼具收纳 还有这个娱乐的效果 另外在八桥礼盒呢 我们一次设计了八款月饼 所以在一次 就适合这个小资有预算的 或者是自己想买来吃的话 一次就可以有八种口味享用 另外呢我们特别推荐了那个 中西合并的右键礼盒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蛋黄酥 还有日式的和果子的那个桃山饼的那个结合 那这一款呢也特别具有特色 在房间一般都是广式月饼为主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一款特别的热卖热销 四款月饼中以黄色外盒 独立小礼包设计的右键礼盒 最受年轻人喜爱 放入八颗台式经典蛋黄酥 以及四颗日式桃山饼 传统以及新式口味一次满足 目前的话就是以这个右键礼盒啦 那当然这个是有别于一般传统广式的月饼 那我们是结合这个中西两种做法 就是我们传统的枣泥跟咖喱的蛋黄酥 搭配日式的桃山饼 我们桃山饼的口味有奶黄 跟那个抹茶红豆栗子的那个桃山饼 那这一个口味呢 其实也吸引了一部分 特别喜欢那个吃那个月饼的客人 那这一部分 这个款项也特别的热销 希望说大家赶快把握机会 右键月圆四款月饼礼盒一开卖 就热销破八成 业者表示剩下的两成 也预计在两到三周内会销售一空 有兴趣的民众可要趁早把握 凯布新竹简舒淇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